接下來我們來看立1 立1叫我們求xn次方 當x趨向於A的時候它的極限值 我們可以讓推論1中的每一個函數 從第一個函數到第N個函數 通通都等於x 那所以x的n次方實際上就是 n個x相乘 也就是n個x函數橫等函數相乘在一起 要去求它的極限值 那麼根據推論 我們可以分別去求這些x的極限值 當x趨向於A的時候 然後再把它乘起來 因此呢 每一個函數 當x趨向於A的時候 它的極限值都是A 因此我們得到最後的結果是 A的n次方 接下來我們看立2 假設我們現在有一個f 多項式函數 它是c的n次方 cnx的n次方加上cn-1xn-1次 再一路加加到c1x加c0 那麼如果我們現在要去求x趨向於A的話 它的極限值 那麼我們可以由立1還有推論1 可以得到 可以得到 這個函數呢 我們首先 先把f of x替換成 這個多項式 cnxn次方加上cn-1xn-1次 再一直加加到c1x 再加c0 然後我們每一項都下去取極限 先針對cnxn取極限 再針對cn-1xn-1次方取極限 然後一路到後面 c1x取極限 另外常數c0取極限 每一個極限都讓x去向於A 所以cn是係數 不影響極限 所以我們把它提到limit符號前面去 cn-1也是係數 那這裡的每一個 這些cn-1到c1到c0 這些都是係數 那c0是常數 那麼我們針對這個xn次方 sn-1次方下去取極限 那根據剛才那個立體 我們馬上就可以得到以下的結果 就是sn次方的極限是an 那麼前面還要乘上這個cn 那sn-1次方它的極限是an-1 前面是cn-1 那到最後呢 這個倒數第二項 s的極限值 當然s趨向於A就是A 那前面還要再乘上它的係數c1 那最後c0是常數 常數的極限值還是它自己本身 那我們現在把這邊全部加起來 其實就是把圓多項式裡面的s 代換成A 所以當多項式取極限的時候呢 如果s趨向於A 那實際上就把x換成A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到最後的結果就是F of A 接下來我們看一個練習題 假設有一個題目叫我們求這個limit 當x趨向於3 那麼這個多項是3x4次加4x3次加2x-10它的極限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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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